咆哮影帝小李子终于又出来营业了 顶着徐志胜同款发型 带来王妃时尚阵容最豪华的新片 演员除了小李子 还有梅姨 甜茶 美对 大魔王 大表姐 全是好莱坞响当当的大咖 有不少网友开玩笑说 这不就是美国版的东城西旧吗 剧情也是相当恶搞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群鹰会翠 萝卜开会 故事始于一场关乎人类存亡的全球危机 女主大表姐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天文系的准博士 在一次观测中 她意外发现了一颗全新的彗星 其出望外的大表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教授 但李教授经过一番演算 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 这颗彗星再过六个月零十四天 就会撞击地球 其破坏力是毁灭级的 堪称地球杀手 事关重大 两人赶紧联系了NASA行星防御办公室的官员 确认这个消息无误后 小李子和大表姐立即乘坐军用运输机 连夜赶往华盛顿 一下飞机就直奔白宫 等了大半天 好不容易等到女总统梅姨出现 谁知梅姨根本不鸟她们 就这样 三人一直从白天等到晚上 幕僚长小胖却通知他们 今天谈不成了 回去洗洗睡吧 小李子有点崩溃 什么鬼 难道还有事情比世界末日还紧急 到了第二天 他们总算见到了日理万机的梅姨 告知了她这件事的严重性 纳紫官员告诉梅姨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发射装备核武器的无人机 改变彗星的运行方向 谁知梅姨听后一点都不慌 首先她非常怀疑小李子和大表姐所说的真实性 而判断依据就是他们并非名校出身 其次梅姨担心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 会搞砸接下来的选举 于是她很快做出决定 旁边的大表姐听不下去了 有没有搞错地球都快毁灭了 还在关心自己的仕途 梅姨摆出一副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的样子 敷衍了几句就把三人轰了出去 在反尘的路上 小李子和大表姐心想不能就这么算了 既然总统不管 那就只能把消息放给媒体 他们找到纽约时报高层 对方承诺会发表一篇文章 为扩大影响力 大表姐的记者男友还推荐两人 去参加一档天天揭秘的热门节目 第一次上电视 小李子紧张得不行 在卫生间酝酿了好一会儿 然而电视台根本没把两人当回事 先报道了一通白宫丑闻 随后听出当红女歌星 采访她和著名DJ分手的心情 还当着镜头上演了一场狗血复合的闹剧 节目快结束了 小李子和大表姐才上场 把彗星撞地球的消息 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本以为会成为爆炸性的新闻 可主持人听后却开起了玩笑 大表姐终于hold不住了 大表姐愤而离席 直播被迫提前结束 然而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直播后的统计数据显示 大家对明星八卦的热情 远超彗星撞地球的消息 只有大表姐发飙的时候 才勉强有点热度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网友的关注点全跑偏了 他们把大表姐做成了 各种各样的恶搞表情包 还有不少少女网友迷上小李子 将她评为最想谈恋爱的科学家 两人彻底灰心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世道 地球都快毁灭了 人们还只顾着在网上狂欢 好在接下来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一颗相当于珠穆朗玛风大小的彗星 正在撞向地球 人类即将末日 但消息放出后 却根本没人当一回事 美国总统听完了 表示静观其变 媒体更是直接当成了娱乐新闻 两位科学家苦口婆心 在电视前发出警告 可网友把他们当成了小丑和疯子 然而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折 两人刚回家 屁股还没坐热 FBI突然出现 将他们当场蒙头抓走 押回了白宫 媒姨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转变 决定将官方公布这个世界毁灭的消息 并且立即采取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媒姨良心发现 而是她刚好爆出了丑闻 支持率急速下跌 为了挽回明星以及转移注意力 才出此计策 拯救世界不过是她的一场表演 但小丑子和大表姐还是很受鼓舞 因为官方重视起来总不是什么坏事 随后媒姨向全国发表声明 不久后将会用航天飞机装载核弹 对彗星率先发动撞击 使她偏离原先的轨道 瞬间全世界都被这个消息炸开了锅 在恐慌和希望的双重作用下 民众的态度发生转变 媒姨的支持率飙升到99.1% 甚至连诺贝尔和平奖都在考虑要不要颁给她 小丽子和大表姐也在不断上电视节目 安抚民众情绪 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们的权威 很快拯救地球的行动开始了 全世界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在小丽子的发令下 几十架航空飞机一飞冲天 所有人都沸腾了 经过小丽子计算 这次行动的成功率已经提升到高达81% 然而谁知火箭正在半空中 没一被一被超级富豪叫了出去 回来后任务就变了 接下来全世界目睹了极其荒诞的一幕 只见已经发射成功的火箭竟然全部原路返航 任务宣告终止 一脸崩圈的小丽子被叫去开了紧急会议 原来富豪手下的天文学家发现即将撞击地球的彗星上 竟藏着价值140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 但人类都要没了 还要这些资源干嘛 富豪随后提出了新计划 一颗巨大的彗星可以毁灭世界 但如果把它炸成30个小流星体 地球肯定能顶得住 到时候就可以尽情开采 他们对外宣称 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世界消灭贫穷 提供就业机会 但其实真实的目的 你我都心知肚明 几个科学家非常不满 被赶回家后脾气醉暴的大表姐当场就忍不住了 这番话被吃瓜群众听到了 直接在当地引发了暴乱 大表姐也因此受到官方威胁 被赶回了老家 连父母都不待见她 只能当个超市售货员 而小李泽则只能低头 为政府站台 继续给民众洗脑 很快 彗星撞地球这件事再次变回了娱乐新闻 一波操作下 支持开采彗星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 甚至有23%的人根本不相信彗星的存在 这一幕熟悉不 直到这一天 彗星的身影终于肉眼可见地出现在了夜空中 25天后 彗星就要撞击地球 整个美国都乱成了一团浆糊 天文学教授小李泽在新闻里 呼吁大家都抬头看 现在用核弹炸彗星还有一线生机 总统梅尹也忙得焦头烂额 都快末日了 他还想着自己的仕途 为了连任他想尽一切办法 先是上演了一场拉票个人秀 故意大家不要抬头 别相信小李泽发表的言论 他只是在制造恐慌 没一息话 彻底让美国乱了套 一部分人相信科学 选择抬头看 一部分人则相信阴谋论 坚决不抬头 剩下一部分人则选择及时行乐 在大街上捎打砸抢 临远够随处可见 暴动持续了20多天 政府依然没采取任何行动 小李泽和大表姐不肯放弃 他们利用流量歌手的热度 进一步扩大号召力 但也只是徒劳 另一边 梅银和超级富豪 正在航天中心指挥着 彗星开采计划 倒计时结束后 装载着采矿机的火箭 成功发射 好家伙 其中一艘火箭 连大西层都没出去 就炸了 富豪却还是胸有沉猪地说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很快剩下的采矿机 成功落在了彗星上 总统高兴坏了 这下要发大财了 但他实在高兴得太早 彗星表面又硬又崎岖 别说开采了 采矿机站都站不稳 接二连三报废 梅银和富豪 这下是真慌了 以上厕所为借口 偷偷溜走 其实是丢下研究人员等死 自己溜进飞船 准备飞往外星避难 而小李子他们也接受了 地球即将毁灭的事实 于是来到商场购买食材 然后跟家人团聚 享用最后的晚餐 彗星冲破了大气层 地球眼看就要毁灭 但人们的反应远比想象中要平静 他们有的彻夜狂欢 有的还坚守岗位 但更多的人 则像小李子和大表姐 仿佛是在庆祝圣诞节 手牵着手祈祷 如往常一般烙着家常 静静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不要抬头 通过一场世界性危机 把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 讽刺了个遍 当权者们本可以预防末日 却因为权力和欲望 让事态变得更加混乱 媒体和网络过度娱乐化 明星八卦疯狂传播 大众变得麻木 无法正视真正严肃的事情 毁灭地球根本不需要彗星 人类自己就完全可以胜任 好了